啊 给你介绍一下 就是我妹 她就是确克时尚的行销组 杜总监 今天终于跟你本人见到面了 我们公司的产品 一直想要进到确克时尚 但总是没有机会 都亏了现在有南辰这层关系啊 南辰是我的朋友 你又是南辰的妹妹 说起来我们都是自己人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来来 里面请 我的问题只有一个 就是检验证书 检验证书的事 南辰没跟你说吗 没有检验证书 没有实名登记 崔克时不会帮任何产品背书的 更别说先拿广告先上架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杜总监 你在讲什么 所以现在杜总监的意思就是 连谈都不用谈了 就一定要把规定原则踩这么硬 不是 吴董 那好 不是 吴董 吴董你听我解释一下 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 我妹妹那边我再跟她沟通一下 吴董你不要走那么急 不好意思啊 你把事情搞砸 你拍拍屁股就想走是不是 有什么事可不可以明天再说 我很累了 你累 我才累吧 你说到人家吴董什么人 你没删两句话就把人家得罪 降落以后怎么在外面跟人家做事情 对了 那不是更好 趁这个时候找个脚踏实地的工作 那整天只会做发财梦 什么发财梦啊 那是你害我毁约的 我一直告诉人家 跟人家保证说 我们家的面膜一定可以进缺客 就只要你点头很简单的事情 结果呢 你偏步 你不要搞得现在我写本无归 还要赔人家违约金 你到底是问你把你老哥搞得有多惨啊 关我什么事啊 到底关我什么事啊 你拿我们公司当投资条件 你还敢跟人家签约 杜南辰 什么脑子有问题啊 脑子有问题就是你吧 我告诉你 总而知我现在三十万已经丢下去了 你要不就让我们公司面膜进缺客 要不然你就要负责赔偿我所有的损失 好 可以 你把我之前借你的钱先还我啊 你还啊 我告诉你 这事情一码归一码啦 你要是不还我三十万哦 我就跟妈说 你几岁搞错 朵莱莎 你三十万一定要还我 你三十万没还我 我就完蛋了 你不要走 我告诉你 你三十万一定要还我 你有没有听到 赖我 你三十万要还 费瑶 朵莱莎 你 你干嘛 你费瑶 喂 你讲话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嘛 你应该是我哥欸 是你哥又怎么样 你哥就可以这样对你吗 你为什么让他伤害你 为什么不反抗 你要干嘛 安全带 安全带 每个月五号要回来吃饭 你不回来就算了 你一个电话也不回 整天就只知道忙你自己的事 你不是你们公司的行销总监吗 你帮你搁一个忙会怎么一样啊 龙小飞骂宠坏了啦 才目中无人啊 没大没小啊 起码我们要靠前来吃软饭 哎 到了 你的车 真面目或许没人发现 但我也有那一年 嗯 多愁深感偶尔崩溃 不负责任的伤 从前 建议 n background �나 对 k 架 适当 咱俩 看 热 我们看 研解 监 air 我们看 是 estos 我们看 是 有人 这是我身为人的 隐忆的 自己的不完美 这是我身为人的 我看你,我看你 我看你,我看你 我看你 我看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否正常看我 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你这样笑 人真的不能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 会出事的 先坐好 等一下回程换你开车 我不行 真的不行 喂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啊 有啊 我只是在想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我昨天开车送你回去 看到你睡得很熟 就不想吵醒你嘛 就只好一直开 一直开 开着开着 就开到这了 笑什么啊 所以我才说我全身痠痛啊 反正等一下你开啊 安全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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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就是寄个安全带 在想什么 嗯 其实我好像 很久 很久很久没有看海了 也没有人陪我去看过日出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看海有什么难得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一个人的时候 很多事情不能做 不想做 也没有理由做 久了以后呢 就习惯了 习惯一个人 习惯不需要另外一个人 你那不叫习惯 有自虐 你不是在睡觉吗 我是要睡觉啊 你一直讲话我怎么睡 反正啊 谢谢 不好意思啊 那个 相恋的事 你原谅我的吗 我一直想要好好的跟你道个歉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 我长这么大 也没有和女人道歉过 所以 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提示 提示 就像是有奖真达的提示里那样 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 我的提示就是 是 我暂时没有考虑要原谅了 但如果去课的流量 可以超越今世吗 或许我心情好 我会考虑原谅 可是如果 一直超越不了怎么办 你做什么 不然这样好了 你干嘛 你有毛病啊 干不到我手要乱画画 是吗 这个 是我的数罪券 如果你 想要有人聊天 或者是想要有人开车 带你去看海 给你谈 试试扣我 你心情病 如果不跟你吹奖 怕是绝不失踪 因为没能开车 想一个马开放过 留被无换